那么今天整个世界的社会也乱了 为什么会乱 我们细心就观察 可以说第一个因素 东方把圣贤教育俗获了 西方把宗教教育俗获了 科学崛起之后 大家信科学不信上帝了 所以在外国有很多人说 科学发达了上帝就没有了 上帝死亡了 西方的宗教没落 许许多多教堂在变卖 我们遇到很多 他教堂为什么要卖 没有人上教堂了 传教师生活成了问题了 把教堂卖了 教区缩小了 后边 这在国外的现象 那么在中国 大家不再相信神仙了 不读神仙书了 说那是落伍了 那是旧东西 不要了 导致现在的社会动乱 导致现前的灾难平凡 现在问题发生了 如何对质 怎样去挽救 挽救之道 还是要把古生仙仙找回来 我们中国厌于所谓 不听老人也吃亏在眼前 真的一点都没错 老人有智慧 有经验 有方法 有沉寂表现 几千年来 中国这个社会 长治久安 外国 研究中国历史 研究中国文化的 没有不佩服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体会到 老祖宗有真智慧 我们今天疏惑了 轻视老祖宗 认为我们的知识能力 超过他们 那他们那个时代 点油灯 我们现在点灯 以为我们比他强 错了 小兔子 就这样来说 这就这样来说